中华民国派的支持者 八日也就是这个礼拜六 将会在凤山高挂挺郭看板 成立高雄第一个郭台铭后援会 也透过关系邀请郭董 不过郭台铭办公室表示 目前没安排这个行程 之前他不做BMT吗 那我的感觉我就很感激他 据我们目前所知 已经有一部分的韩粉 他是愿意跳出来力挺郭董 因为他认同他是属于中华民国派 诉说者对郭董的期待 是不是觉得这个年轻人很眼熟 其实他是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支持者 脸书上有不少合照 2018年韩国瑜凤山造势场 他就在现场直播 这次他再度站出来 听的是郭台铭 认为郭董能整合非力联盟 而现在也传出郭台铭是否独立参选 很快就会有答案 民众党前立委蔡壁如上广播节目露口风 郭董可能在这一两天就会决定是否独立参选 2024总统大选是撒卡都还是四强鼎立 答案可能很快就揭晓 华视新闻新闻军容浩北高雄报道 哈喽我是林仙怡 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 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